美国不光要让日本口服 还要让日本心服 同样的再来看一下 美国怎么处理同中国的关系 1900年薪酬条约 我们对美国的赔偿 美国是采取了一个 其他几个国家 想也想不到的办法 就大清帝国 举国寻找留学生 用这笔赔款 送他们到美国留学 所以美国希望 中国的娃娃到美国读完以后 老东国来当领导做官 对美国友好 然后让中国富强 让中国更多的人 能够买美国东西 让美国更富强 所以美国从这点来讲 比日本眼光更加深远 麦卡尔看得很清楚 要打造一个亲美的 全新的日本 要顺利推进自己的宏伟蓝图 那就必须利用一个人 天皇 只要摆平天皇 那么整个日本 都将乖乖地听命于自己 希望 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 是从这尊严时刻起 由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 出现一个更好的世界 一个建立在信义 和谅解之上的世界 当时的日本代表团成员 加赖俊一 将授详过程写成报告 转奏给天皇 并提出了一个问题 假设日本人是胜利者 我们能否用同样的宽宏大量 去拥抱被征服者呢 欲人天皇越到此处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答案是否定的 日本人输的是道义 美国人的确赢得很漂亮 不过 政治眼光精明的欲人 对麦克阿瑟讲话的 弦外之音 可谓是心灵神会 在密苏里号上 麦帅明明投降的对象 是日本帝国武装部队 而不是日本政府 这里面可是大有文章可做呀 看来美国人目前 还是默认了他这个天皇的 这一来 老祖宗留下来的江山 就有办法保住了 事实上 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 欲人和他的亲信们 可谓是费尽心机 根据1889年颁布的 大日本帝国宪法 大日本帝国 由万事一系的天皇统治之 因此日本人民相信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 统治日本的菊花王朝 2000多年来 从未被颠覆过 改朝换代 江山轮流做的事 在日本就没有发生过 实际上在日本考古学上来说 就是天皇的朝廷 终端的血缘上 是终端了三次的 但是在官方出版的 制定的天皇的皇谱中间 这是万事一系 是没有停止过的 所以这样天皇就具有了 神的权威 是神的子师 天皇被奉为天照大神的后裔 是活着的献人神 血统纯正 神圣不可侵犯 时至今日 天皇夫妇出访外国 连护照都没有 只有外务省发的履行证明 全做护照之一 这是因为在日本 姓氏是上面对下面的赏赐 可是天皇之上就没有了 于是乎天皇就没有了姓 当然也就没有户口 没有护照了 旧日本是认为 日本是一个神国 是一个在种族上 文化上具有优越性的神国 跟纳粹的种族主义非常相似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的时候 日本民众还相信 只有日本才有资格承担其 统治世界的责任 当时整个的日本社会 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愚昧 而且非常扭曲的 这种皇权历史观里面 就像你一样的市民 市民族主义 在一场市民族主义 正在一场市民族主义 是一些产生的 我会怎么办